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毕先生说 起初家里人觉得可能是机顶盒出现了什么问题 于是联系了安装机顶盒的中国电信的工作人员上门维修 没想到在更换了一个新的机顶盒之后 情况也不见好转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 记者与之前给毕先生家机顶盒进行维护的孟师傅取得了联系 孟师傅表示 这个情况他之前就给毕先生处理过一次 在更换过机顶盒之后 看到电视机跳屏和自动开关的情况依旧没有得到解决 孟师傅就建议 毕先生可能是电视机出了问题 这个我当时给他解决方式 我该讲过 我说第一点 如果说是机顶盒坏了 我们我给你进行更换 就是说他原本他说是机顶盒不太好 那么应该还个新呢 但是如果说还个新还有问题 那么就只能说是建议 制作建议 那么那这个修电视机师傅来监制电视机局级内部的一些系统 跟记者通话结束后 孟师傅也与毕先生取得了联系 对此 毕先生表示 也会找师傅来检查一下家里的电视机是否存在问题 百姓关注记者报道